好 謝謝陶明的報導 再來看到 中共紀監委週四通報 中共前國家糧食局黨組成員 副局長徐明涉嫌受賄罪被起訴 在薄熙來任職重慶市委書記期間 徐明是薄熙來的秘書 參與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等罪行 通報稱 徐明利用植物便利為他人牟利 非法收受他人財物 數額特別巨大 離職後仍繼續行賄 被以受賄罪利用影響利益受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徐明 1999年12月起 任中共國家經貿委對外經濟協調司副司長 2003年6月起 調任商務部市場體系建設司副司長 2008年4月起 調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 市委常委 兩江新區党工委書記 管委會主任 2013年3月 被貶到國家糧食局任副局長 徐明在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任職期間 曾是時任商務部長薄熙來的所謂智囊 薄熙來到重慶任市委書記後 徐明成了他的大咪 去年7月 已退休3年的徐明被調查 今年2月被逮捕 另據大紀元報導 薄熙來案核心內幕 涉及中共前黨會江澤民鎮壓法輪功 以及活摘法輪功玄器官等罪行 新唐人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